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九十多岁高龄 我觉得他现在是先入 去了另一个世界 再创造他的武俠天地 小弟也是非常荣幸 可以参演到其中几部电视剧 我最深刻的是杨康 大家观众最熟悉的 王若诗 我自己最喜欢王若诗 其实金庸先生写的小说 每一个人物 无论主角也好 配角也好 甚至一些小人物 他写的角色都写得非常立体 大家看小说是看得尊尊有味 电视剧其实拍不到他所有的精髓 一定是在小说那边 自己去找到那个神髓 我们的电视剧 大家可以看到 拍完又重拍 重拍又重拍 射雕也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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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 射雕也好 射雕也好 射雕也好